大家好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電鎖金木手提盒 我先讓大家看一下它的外盒 讓大家看一下喔 它是適合3歲以上的小朋友可以進行遊玩的 那我就直接打開給大家看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吧 它裡面打開來之後會有一個這樣的工具盒 那它的工具盒是收納盒跟遊戲底板是兼用的 這樣子 好 那我先放旁邊 放這邊好了 放底一點讓大家看清楚喔 然後它會有一些組裝的道具 然後它總共有4種顏色 然後每一種顏色都會有圓形的正方形 然後三角形 跟這種長條形的這樣子 有4種 然後顏色蠻繽紛的 到時候組裝起來就一定很漂亮 然後還有我們的主角電鎖 那它這個是這樣拆裝的 然後它後面這裡是裝2顆3號電池 這樣子 然後它的功能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做介紹好了 然後再來是它有一包螺絲 顏色也蠻多蠻繽紛的 好 然後它還有一個是這個 就是它有一些造型要怎麼弄的介紹書 那我等一下就挑戰這個火車來試試看好了 火車蠻可愛的 好 那我先整理一下 給它讓大家看清楚 好 我這個說明書放這邊 好 那我們要開始介紹囉 那我先介紹一下這一個東西怎麼玩好了 我們先放一個螺絲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兩個按鈕 上面這一個是把螺絲轉起來 下面這個是把螺絲轉進去 這樣子 好 我們試試看囉 大家看到 有沒有 它就這樣子把螺絲轉進去了 然後我再按上面這一顆 上面這一顆 然後它就被轉起來了 用法還蠻簡單 然後它的安全度其實還不錯的 就是你裝到肉的話 其實就只是癢癢的感覺而已 它不會說讓小孩受到傷害這樣子 就癢癢的啦 不要再扭了 好癢 然後我們就開始做我們的火車吧 讓大家看清楚 好 我看一下喔 我們要先做兩顆輪子 兩顆輪子先擺上去 好 喔 然後對上那個洞 對中間那個洞就好了吧 喔 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 它還有一個綠色的長條型要放在這邊 原來它可以這樣子重複疊的喔 好 然後我們就把 螺絲先放上去 我們先轉這兩個 好 我要來轉囉 先固定好 好 轉進去 好 再換另外一個 然後大家有時候會像我這樣子 它卡住對不對 因為可能是我剛才壓太用力 這樣子 大家按按鈕的時候再輕轉它 它就會恢復了 好 然後我們再繼續 OK 然後再來 再來 中間 中間也固定 它也可以這樣子重疊固定 所以就是小朋友可以 一開始可以先 先照著上面說明書 先練習 然後後面就可以發揮自己的創意 你看它還有機器人啊 蜻蜓啊 鳥啊 還蠻多種的欸 像我這種沒創意的 我就先照著說明書上面練習吧 然後我再把它這個 固定起來 像它這個三角形 它就選擇三邊都有固定 你看它現在卡住對不對 我再轉一下就好了 所以其實不用擔心 它會故障什麼的 故障率其實不高啦 我現在就是玩下來的話 其實還好 哎呦 哎呦 喔 玩起來蠻有成就感的欸 以前小時候就是會想要 投用 投用家長的這種電鑽啊 但是他們一定會說很危險嘛 那現在的話就是可以自己體驗一下 然後我們再把 兩個 正方形放上來 放在 放在 怎麼放啊 研究一下喔 喔 好 放這樣子沒錯 然後再拿紅色的固定 玩起來蠻順手的啦 嗯 我先 我先簡略的固定好了 我們趕快看一下它會變成這樣子 後面小朋友就可以就是慢慢的玩 我先簡略固定 然後我們要放紅色的火車頭 跟綠色的火車尾 這樣子 然後放上螺絲 我先 我先 固定它 好 來 再把它 轉進去 還蠻快的欸 其實動作都蠻快的 順暢度 我覺得都還不錯欸 然後 它還有 它 它其實 不一定要 電那個 底板 它有時候可以就是 螺絲放在前面當裝飾 這樣就可以當火車頭燈之類的 然後 再來就是 我 有火車的樣子了吧 大家看一下 有火車的樣子了齁 好 我們再繼續加油 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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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噗火車 然後再把它這個 這應該是要做火車的煙囪頭了 看一下喔 然後藍色的 藍色的 它的材料 用具還蠻豐富的 欸 綠色 在哪裡欸 這裡 然後 用在這邊 我的火車有沒有 越來越 越有樣子了 它的 操作還蠻簡單的 然後 不會遇到什麼太大的困難 所以小朋友應該 應該玩起來蠻有成就感的 好 然後我就放螺絲上去固定一下 然後黃色的 這樣子 還蠻好玩的啦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 自己買來試試看 它 我覺得還蠻建議買的 如果小朋友是 家裡如果有小朋友 是喜歡玩這種 工程系的 玩具的話 我覺得是蠻值得買的 這一款的 CP值 我覺得蠻高的 而且它的 主要是因為它的安全性 我覺得 蠻能接受的啦 就是 基本上應該是遇不到什麼 太大的問題啦 主要就是怕這個電鑽的部分 然後它電鑽的 我覺得 它的 那個 用法來講 操作上很順 其實比較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就大家耐心的 等著看我把火車頭搞定 我們快好了 然後我們再加幾個 煙 做裝飾 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我等一下就讓大家看一下我的成果 那它其實還有很多種玩法 就是等大家這樣子發揮 好我們就裝四個煙 小心小心 要扶好 然後就可以到時候就會看到就是 家裡大人在玩真的電鑽 小朋友就可以在旁邊有樣學樣學下 這樣子 我的火車有像嗎 有嗎 有像它上面的火車嗎 應該有吧 我很認真做欸 如果大家覺得 還想要挑戰更困難的 有別種 我覺得它機器人 滴氣人感覺也蠻厲害的 還有蜻蜓啊 還有什麼 還有熱帶魚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自己來挑戰看看我們這一款 電鑽 電鑽機木手提盒 請大家來參考看看喔 謝謝大家